我把车子卖掉了,赔钱卖掉了 我不要了,我也不敢开了 这个车子自动着火了 自动着火了 自动着火了 这个太夸张了,这个都松了 这里面有车位可以把它不出院啊 设计问题 又吓到吗? 咯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说实在今年3月 中国就出现了一辆 惊天地一鬼神的电动车 哇,堪称是 还空出世 那他就叫做 保时 不是啊 那一致来 当我不想观众跟我反映 就是一架的保时米 就存在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拍一条片来说 哈哈 没有啊 哎,但是没办法啦 既然观众叫到了 那我就循例上上网看一下 究竟一架的保时米有多少问题呢? 而当我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完又再看 不断看 Day 2 Day 3 Day 4 3 Weeks Later Many Months Later 哇,大佬你真的不是啊 找了几个小时 到现在都找到问题 不是真的伤你成这样吧? 原本我还以为只有一个问题 怎料找着找着又找到第二个问题 接着又回忆中发现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 哇,大佬真是搞到我 只是写下的问题 都已经写了一架A4纸 这样的样子 小辣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架保时米的所有问题 给你们见识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工业垃圾呢? 为什么一架车是可以同时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然后到最后 我都会就着一件事 去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看法 OK? 好了,在这一条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分享,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又或者我现在没有去回音频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订阅多些 亦不妨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时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自从今年3月 这一架保时米正式发布之后 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热烈讨论 到底大家讨论些什么呢? 讨论它的性能? 设备? 科技? 电磁技术? 智能系统? 傻啦 诶,讨论它怎么这么像保时捷的一款电动车? 网上也发现 有些人就将保时捷的电动车 就和这一架的保时米做了一个比较 哇,真是 像个饼银那样的 正正因为一款 拥有保时捷的外形 但是平民化的价钱 就引起了很多中国武民的关注 而就在它发布短短一天 就已经收到接近9万张的订单了 OMG 所以当时就开始引起了一些中国媒体就不断吹 就说它 前无古人后无奈者 而且也引起了不少中国网红 就在大赞一架的保时米 小米数捷4分钟订单破案 27分钟订单破5 数捷是火的一塌糊涂 哇塞 如果我没记住的话 应该是前无古人 后面有没有来者 不知道 不得不佩服 雷总 太出圈了 呃 至大试隔几天后 就已经传出有大量的退单了 而它们绝大部分的人的理由 都是相当内人尋味的 那就是 不小心按错 对啊 你没听错啊 它们是不小心单做APP 不小心选了架枪 不小心选了配备 不小心填了资料 和不小心给了订单 那也都因为一句小杂谱呢 就引来了一大群真实的车主 即是买了保时米的车主的耻笑 一直在笑他们啊 又没钱 但又要免我啊 真是可怜啊 但是你又怎会猜到 怎会想到 原来这一群车主才是最惨啊 那自从这一群车主拿了保时米之后呢 就开始发现有一大堆的问题 而从各大报章大家都见到啦 有一些媒体都有报道过 这一架的保时米的相关问题的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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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你唯一一架的保时米 就只有这些问题吗 对啦 这些就只是皮毛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是一个消息封锁的国家 再加上面对一些负面的汽车身影的时候 它都会进行限流 甚至禁言 所以你们在媒体上所见到的保时米的问题 就只不过是见到最表面的一层 而我为了还原背后的真实情况 我就特意走到各个的中国社交平台 讨论它在汽车群里找一些真实车主的亲身经历 而当中就居然被我发现 哇等你个废话 短短几个月就已经找到成16个问题了 这鞋舱属于高速的 是的 这个顶着限速快乐 高速的这个皮皮价力味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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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 小米速七六个小孩涌闯马路 看到了能不能撒停 下一个出现 我 但是不是近几年的人买漫堡 早就通了你 他产制豬油 看看小米苏7 Max 创始版海湾栏 全单偷手撞 摇摇理千鱼通行 摇摇理千鱼 现在呢 这个屏幕上显示 这个车辆异常 需要检修 上午呢 才从这个小米34店开出来 但是现在车子就动不了了 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小米客服的指示 强制重启 但是呢 重启完之后还是没有用 现在车子还是走不了的状态 没有用啊 车户转弯的时候加速 然后加速太快了 刚好被人玩下了雨 要高架上全是湿的 然后就撞上去了 因为呢 叫你冷静点的了 现在因为你不冷静搞成这样了 是我们的吗 是我们的吗 我们是 是啊 是啊 不会吧 停停 什么声音 滴水来 滴水了 漏水了 对漏水了 水箱漏了吧 讲真啊 我一直没有出小米苏7的正经视频 因为我买的这个车啊 真的是不停的出问题 我提车一个月不到 已经去了售后修两回了 都是那个手机上的蓝牙钥匙他用不了了 讲实话啊 作为数码博主 我第一时间觉得 这个不太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而应该可能是蓝牙模块本身的意见有问题 大家好 我就是小米苏7悬架系统出现故障的车主 我把车子卖掉了 赔钱卖掉了 我不要了 我也不敢开了 是水货来的 将就下咯 这个车子自动着火了 火了 着火了 自动着火了 跟今天喝到那个酒店 水货起来 将就下咯 水货来的 将就下咯 水货来的 水货 我把你放在那里面 稍微回家 水货 水货 有事可以把它复原的 设计问题 我们一直把这里的一个孔 很多人问 这是不是被撞坏了 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这个高性能车 我们整个小米夫妻 有极其出色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所以我们这辆车 有极好的性能表现 尴尬呀尴尬呀 已经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把它给取下来 已经三次了 你这个怎么搞呀 太尴尬了 油漆被掉了 这啥回事 没懂啊 他们这个是撞到那个马路洋子 就倒开了 车没办法取动 开的高速上就断电 似乎在这笑着我 那首先看看了 我知道的 总是有些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一定会这么说 其他车都有一点问题的啦 有多么出奇呢 是呀是呀 其他人都吃屎的啦 你又不跟着吃 傻啦 说笑而已 老实说一句呀 上次我所提及到的所有问题 基本上有很多车都出现过的啦 但是要在同一辆车同时出现我上次所提及到的十几个问题呢 哇就真的试个孤陋寡闻啦 哇屌啦 我没见过车是可以做到脚脚脚脚的哦 还一两天又脚脚 然后友们不行 不能跟着人łeef bots 看着我真是想呱 points 对啊 不是啊 fishing他这么个şallah 这些车都要卖了一点 一百万 二手prx你能买到啦 你小便宜地买的 一百万都行 反正都要造成的啦 帶着一车货用陈寡权比 depart 分分一程 Fortune它的妥善率 还会比你一个的保时mart 更高 别说我 Cream 可能大家就未必知道 其实ポrx jej的妥善率是相当之高 没过这个东西的 只不過是有時當有問題 有東西要弄的時候 就怪到嗨嗨的意思 大家千萬不要有什麼誤會 我好買不買 寶石不買 買個翻版 還有這麼多東西弄 我真是 至少沒有50 都不會買這一架的車 是吧 第二我想說的是 自從這件事之後 自從起初我的好奇 就想了解一下 究竟中國的掘產車 它的妥善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為了公明起見 我就在網上找了JD Power 想對客觀的數據去看看 到底中國的車 是否真的特別多東西弄 首先一份的報告一來 就已經說到 中國國產車制度商 需要更加關注長期質量 並提高質量管理標準 之後 一份的報告 還毫不客氣地說到 中國國內的品牌 中低里程的問題數量是最多 里程低於2萬公里 和4萬至8萬公里之間的 中國國內品牌 比其他國際品牌 遇到的問題更多 最搞笑的就是 看你們中國汽車的可靠度排名 嘩 等你糟了 前面全部都是外國車 所以你們這些中國人 記住了 我不是說你們所有的中國車 都是一用隻壞的 而是看數據 都可以反映出 你們中國國產車的妥善率 真的很低 所以真的不要再這麼傻 講完那些什麼 暴暴車都會壞 一些這樣的白痴言論 一個問題是 你們中國國產品牌的汽車 壞的機會是比其他品牌更高 一定 今後報告 就是 本身你們那些車都要賣到這麼便宜 主打平民市場 但是 如果你們那些車 每次都要弄成一個 Land Rover 那就死定了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別人的Land Rover 是主打中高產人士的市場 萬一架車有什麼事 需要維修 那些人都能夠負擔 所以你們那些 就不然 就掙扎那些 預約3-4000元的人 就買你們的國產車 然後就做成一個Land Rover 那些 到時別人怎樣做 別人預約3-4000元 叫別人怎樣做這麼多次 所以 就是那句 對於你們一些中國國產車 基本上用一句話 就已經可以做總結 就是 沒有事的性價比 有事 就慘了 重啟完之後 還是沒有用 這個車子自動著火了 哇哇哇哇哇 那這個怎麼搞啊 要刺就掉了 不要生氣 如果要怪的話 就怪你自己 貪心 發展一下吧 今天就到這裡 這段視頻 希望能夠提供多一個角度 讓大家了解一下 一輛的保時米 又或者是中國的國產車 無論你們之後 買不買中國國產車也好 那也不關事 總之我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就像歐洲車和日本車一樣 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貴的東西可能會壓力 但是便宜的 就一定會壓力 可能就是你看不到這個意思 OK 比亞迪的電池包裡邊 只能養一百多頭 你說哪個搶 特斯拉如果有一個電池壞了 每個模組都可以單獨拆掉更換 換一個模組才兩三千 刀邊電池包是一百多些電池 焊接成一個整體 根本拆不開 要是有一個電池壞了 只能換整個電池包 得花十來萬 特斯拉是用這種冷卻水管 插到電池兩側 給電池均勻散熱 刀邊電池用的是冷卻水排 用膠粘到電池表面 電池上面散熱好 下面散熱差 電池永遠差 15度電池 刀邊電池是0.3T的電池 只有75度電池 所以特斯拉跑得更遠 那麼最後 今次看到這件事要怎樣看呢? 亦是趣的觀眾 亦不放在下面打分 那麼那麼多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按讚,按讚,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按讚,按讚,按讚 訂閱,按讚,按讚,按讚 按讚,按讚,按讚 按讚,按讚,按讚 薯條 喂 你什麼時候還給我爸爸 這個位置不是你的 是我的,知道嗎? 你說你真的還要這樣嗎? 裝作了嗎? 你別以為這樣就可以拜住這個位置 快點起來 你真是死定了 你這個薯餅在這裡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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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薯條是不是? 做駕駟是不是? 你們都來什麼事 我要拍片 我都服了你們 每一次都是這樣 是不是? 你這個屁股 你還想怎樣? 禮完了嗎? 快點給我拿回來 你不要裝傻了 快點給我拿回來 我看你要玩夠了 我們要受夠了 拿回來吧 那這樣就乖了 你怎麼乖這條的是不是? 拿來啊 哎喲 那這樣就乖了是不是? 嗯 真是的 那才是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